记者严宏俊彰化报道,彰化的怨金船法庭开到一半,法官中风送医,法官报会中昨上午开庭开到一半时,突然全身冒冷汗,摊倒在法庭上,法警立即将他送往袁容医院急救,却整是脑中风,在转往台中容总开刀,目前仍在家护病房。 彰化的怨法官报会中昨天审理一件毒品案时,全身冒冷汗,不久摊倒在法庭上,口齿不清,法庭中断在场法警及书记官联盟通报救护车送医,先送往邻近的袁容医院抢救,发现是脑中风,在紧急转送台中容总开刀。 彰化的院厅长王毅敏说,对报会中个人健康情况不清楚,但平常多少都有在打桌球运动,可能这阵子血压较高,因为医师检查后研判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内出血,目前会先让他办理工伤假修养。 至于是否因为最近承办案件太累,目前无此讯息要再进一步了解,至于原审理中的案件会责其再审。